龙族内战 火龙草vs冰龙草vs雷龙草 众所周知 五阶冰龙草冰天雪地 五阶雷龙草电感动人 五阶火龙草灰天灭地 呃刚才 刚才那个描述可能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为啥不一样的感觉啊大哥 我说三弟他没有提醒到咱们的觉醒技能啊 对的老三 咱们的觉醒技能一出了简直就是灰天灭地啊 对的对的 我们的老二说的非常正确 好了 既然我们接下了这个任务 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挑战的对象 就是六阶僵尸们 哦小小六阶僵尸在咱三鸟的面前 简直就像白菜一样 轻轻松松就能解决他们的 不过今天我们要搞的是另外一种玩法 什么玩法呀大哥 那就使上他们来挑战一下全命令我们 看看他们能否成功 走吧老三 你先去尹尔和楼炮 看看他们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吧 好了 六阶的僵尸已经开始过来了 看看咱们的老三雷龙草能够坚持多久 或者说看看这群六阶僵尸能否挑战成功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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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接下来就是全民的我火龙草上场了 刚才老三雷龙草损失了7个 接下来就看我的表现了 是比我们的老三雷龙草损失的多了还是损失的少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哎呀我去我足足损失了17个 我输就输在我没有控制 那么接下来就看我们的老二雷龙草能不能够坚持过去 看看他能不能够比我们的老三雷龙草损失的更少了 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接下来 完了 完了作为大贵人我竟然败给了老二和老三 我的心巴凉巴凉的啊 完了作为大贵人我竟然败给了老三雷龙草损失的更少了 完了作为大贵人我竟然败给了老三雷龙草损失的更少了